将军 将军 怎么了 哪儿啊 你听 外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将军 你快去看看 大半夜也不安你 敬给老子惹事 谁让你是军营里最厉害的人呢 美人这话我爱听 三更造反 四更起兵 满足大军夜袭西城 西城守兵虽奋力反抗 但面对强悍凶残的满兵 以及战狼和乌鸦的攻击 终究是强弱悬殊 伤亡惨重 守将却还在温柔箱之中呼呼大水 还是身边的美人将他唤醒 谁知还没走出帐内 就被一把狼刀刺穿身体 满足士兵心狠手辣 就连手无腹肌之力的妹子都不放 那晚 一个名叫夏丁的小男孩 从军营逃回城 仆人看到后 立马将他带回主城处 得知满足大军杀了过来 城主决定送别妻子赶去营帝 然而寡不敌众 刚一回头就被满军攻击 满王一枪将城主送走 又对城主夫人抛出长枪 女人用最后的力气推开了小船 夏丁得以逃生 临走前 她牢牢记住了仇人的长相 随后一阵乌鸦飞来 幻化为人形 鸭女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 芈月 下一个目标是 东方昭歌城 俗话说 商汤江山 故若金汤 昭歌城地形复杂 一手南宫 碧京之路上还有一道天然屏障 山洞中藏有一只远古火 那火龙身长白尺 可口吐烈焰 气吞山河 生如雷鸣 时光如松 转眼十五年过去 夏丁已经长大成人 因为是外乡人 受到村民们的排挤 成为一个人见人打的穷屌丝 好在义父带他不错 还有一个长相丑陋的姑娘 视他如亲人般 然而姑娘阿黎的长相 真是一言难尽 你们他 丑八怪能跟麻雀说话 误过的恶少诺夫 也觉得有趣 这哪里是丑八怪 这简直就是怪物嘛 夏丁看不下去了 替阿黎出头 不出所料 被恶少的打手 胖揍了一顿 就在这时 空中飞来一大片乌鸦 原来是蛮族妖女芈月 小芈月 芈月瞬间取一人性命 伸手掏向另外一人 人心果然都是黑 村民们见状 纷纷抄起家伙 直接将他团团包围 芈月寡不敌众 放下狠话 幻化成乌鸦顿走 村民急忙向首成将军汇报 蛮族妖女来城中 必然有大事发生 梅翔镇长却丝毫不着急 这是痴人说梦 咱们有太平山祖阁 蛮人是过不来的 这时 恶少诺夫赶来 向他请示如何处置夏丁 你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 原来 这个镇长正是懦夫的老爹 因为他的溺爱 懦夫才敢胡作非为 就当他准备吊死夏丁时 夏丁的义父赶来护犊子 我看谁敢动我儿子 其实夏丁的义父并不会武艺 而是一名老铁匠 为了能从大牢逃出去 夏丁故意调性欲足 趁他靠近时 将其撒晕 拿到钥匙打开牢门 准备带义父逃走 然而 在大牢门口 遇到了死对头懦夫 夏丁带着义父一路狂奔 为了掩护义父 夏丁吸引欲足 追击自己 双方你追我敢 来到几时 阿黎看到后 帮了夏丁一把 怎料惹火上身 你个种麻烦 你 夏丁见状 拉着阿黎就逃 两人误入禁地 进了一处山洞 追兵却停在外面 原来洞里 居住着一只远古巨龙 别动 谁也没想到 巨龙居然会说普通话 还会整 虽说很胖 但不过片刻 女孩脸上的疤痕就消失了 再也不会有人叫你丑八卦 巨龙帮两人 自然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帮他 把一旁的锤子拔起来 看两人犹豫不决 巨龙又发话 夏丁也觉得有道理 于是赵索 说不知 此举将会引来 火天大火 此物名叫雷神之锤 是用来镇压巨龙的 被钉在地上 整整五百年了 普通人根本就拔不出来 没想夏丁 然而就当两人离开之时 巨龙却喷出三妹真火 想要取他们性命 两人东躲西藏 与巨龙斗智斗勇 好不容易跑了出来 巨龙也太狡猾了吧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又被追兵逮住 锤子 你们不会拔了吧 拔了 你们闯了大祸了 原来雷神之锤 是上古天神用来镇压巨龙的 一旦拔出 将会生灵涂涛 白天巨龙没出来 是因为习惯了黑暗 若是天黑后 肯定会来祸及村民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你们让我回洞里 我把锤子定回龙身上 就行了吧 好 之间不等人 夏丁当即赶回山洞 捡起了之前掉落的雷神之锤 巨龙也不含糊 当即喷出三妹真火 想要烧死夏丁 所以说夏丁的武艺一般 人却是机灵无比 屏住呼吸 躲在暗处 趁巨龙寻找猎物 绕到他身后 想要用雷神之锤 定住他的尾巴 然而巨龙动作 着实太快 试了几下 终于抓住龙尾 一锤下去 居然真的定住了 成功了 就见巨龙一招神龙摆尾 连人带锤 甩飞至洞外 眼看巨龙 就要将他生吞 夏丁举起锤子 就要硬拼 没想 雷神之锤被击毁 巨龙不敌 当场灰飞烟 夏丁因惊吓过度晕倒 雷神之锤 掉落至河中 恶少诺夫 带着那只断掉的龙脚 回村邀功 得知恶龙被除 村民们喜笑言开 看得漂亮 好的屁 我们太平镇千百年来 之所以安静祥和 使你为这火龙 被囚禁在 魔龙洞中 阻隔了外界 一位老先生提醒村民 蛮族大军生性凶财 早就对中原虎视眈眈 如今没有了巨龙的祖国 山内边的蛮族 很快就会攻打太平镇 到时只怕会有灭顶之灾 然而镇长却丝毫没放在心上 叫手下将山洞堵上 恶少诺夫担心 被阿黎揭露出真相 想要杀人灭口 说他将恶龙放了出来 否则脸上的疤痕 怎会离奇消失 还说他是妖女 随后下令烧死 危急时刻 夏丁赶来阻止 诺夫恶人先告状 说夏丁贪生怕死 火龙来时 自过自地跑开了 就当村民们义愤填膺之时 镇长发话了 为了不让义父为难 夏丁同意离开 随后带着阿黎来到山洞 凭借着残余的记忆 夏丁穿过一条密道 回到十五年前的老家 此处物是人非 一片狼藉 夏丁找到了父亲生前 留下的铠甲 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动静声 两人透过窗户 查看情况 刚一回头 就被三个蛮人偷袭 随后被抓到了山洞 沦为蛮人的苦力 就连父亲的铠甲 也被蛮人抢走 迫于无奈 夏丁只得乖乖干活 还意外得知 蛮人挖空太平山 是想打通一条隧道 让大军攻向太平镇 以此占领昭阁城 夏丁为了回去通风报信 于是偷走了蛮人的面具 乔装成蛮人 带着阿里一起逃走 期间 夏丁看到了一张 令他恨之入骨的面孔 那个 就是杀了我父母的蛮人 此人正是蛮族首领 生性残暴 正在拿无辜的工人 当活靶子消遣 心仇旧狠 夏丁想要冲过去手撕仇人 然而此时的他 寡不敌众 再者 手中没有雷神之锤 根本就不是对手 只能暂且 放下个人恩怨 带着阿里先离开 谁知在洞口时 遇到了一只奇怪的乌鸦 别说话 别说话 动静上惊动了上百只乌鸦 尽管夏丁拿着火把驱赶 阿里还是被乌鸦掳走 当阿里醒来时 眼前出现一个掏心女妖 此女正是满足妖女米韵 另一边的夏丁 在找阿里时遭遇三只战狼的攻击 混乱之中 被一个蛮人扔到了海中 正于爬上来时 却遭到鲨鱼的攻击 关键时刻 之前落入海中的雷神之锤 感受到了召唤 就近夏丁手持雷神之锤 又杀回了山洞 这次 他不再避让 对着蛮人一阵疯狂输出 犹如战神父 然而 他并没有找到仇人蛮王 出现在眼前的 不过是些小兵而已 殊不知 此时满足兵 已经通过密道 攻打太平镇 你们的死期到了 为首的妖女 一声令下 满足先锋军 立马展开攻势 我们要誓死保卫太平镇 村民们拿起农具抵挡 但他们都没有打过仗 战斗力很一般 可蛮人凶猛无比 长期遭受杀戮与打击 早已是骁勇善战 打他们那是轻而易举 蛮人首领舰手下如此勇猛 很是满意 干脆坐在凉亭里看热闹 就连夏丁的衣服 也身受重伤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就在蛮人准备敲死他时 一道雷电 将蛮人劈死 就见全副武装的夏丁 腾空而起 原来夏丁是雷神转世 战斗力如此强悍 见他一路势如破竹 妖女心知不是对手 为了打击夏丁 他将阿黎当作人质 妖女当着夏丁的面 掏出阿黎的蹊跷玲珑心 紧接着将他推入万丈神渊 引夏丁去救 没想夏丁不仅没有摔死 底内的潜能 还被击呼 竟能凭空掌充 虽然及时接住了阿黎 可结局与鼻干一样 没有了心 很快就弃绝身亡 靠尸至矮 夏丁彻底爆发 瞬间天空乌云密布 夏丁竟召唤出天雷 解决完小罗罗之后 就是妖女敏玥 一直夏丁一锤 就将她打回原形 被重伤的她灰飞烟灭 如此一来 蛮王只得亲自伤 看着眼前的蛮王 夏丁回想起 当年家破人亡的那一幕 蓄力砸出惊天之锤 谁曾想 芈月在临死前 将精气 铸于蛮王的兵器之上 两人相斗几十个回合后 蛮王的兵器直接被打碎了 随后被夏丁一锤送走 然而阿黎再也醒不过来了 结局时 夏丁与阿黎化作巨石 百年之后 巨石炸开 化为婴儿重生 路过的西伯侯吉昌发现后 将他收为义子 替他取名为雷阵子 眼前这个长得像杨过的男人 居然单枪匹马 对战近百人 只因他是三国第一猛将 吕布 就连大名鼎鼎的刘备张飞关羽 三人联手都拿他不住 趾高气昂的他 做梦也想不到 不过多久他将会坠入万丈深渊 东汉末年 外戚专权 各方诸侯 拥兵自重 导致名不聊生 黄金军趁机起义 其声势浩大 人数高达五十万 远超朝廷总兵力 大汉江山摇摇欲坠 西凉霸主董卓 轻率大军杀敌 屡历战功 很快便平息了黄金军 本以为会给汉士带来希望 不料却引狼入室 董卓生性残暴 凭借着手中雄厚兵力 把持朝政 支手遮天 公然挟持皇帝 强占后宫非平 董卓之所以如此嚣张 还因为他有一个 忠心耿耿的义子吕布 俗话说 马中赤兔 人中吕布 吕布的武力值非常强 坐下一匹赤兔马 可日行千里 夜走八百 手中一杆方天化急 无敌于战场 相传被吕布所杀之人 连闭眼的机会都没有 吕布乃是天生战神 可惜头脑简单 忧勇无谋 他本是荆州刺史丁元的义子 却见利妄议 董卓仅用一匹赤兔马 一千斤 便收买了他 得猛将吕布 董卓如虎天意 行事更加肆无忌惮 这天上朝时 董卓居然要废掉少年天子 天子乃是先帝嫡子 一位大臣表示不服 却被董卓的西凉军 拉下去斩首 若是得罪董卓 就会招致杀身之祸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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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们敢怒不敢言 只能点头哈腰 董卓见朝堂上没有反对的声音 一把摘掉天子的皇冠 改立仅九岁的陈流亡 只因他更好控制 此刻 台下却有一人 因看不惯董卓的恶行 心中暗自发誓 一定要除掉董卓 此人正是年轻时的曹操 身为萧綦校尉的他 武力之虽远不如吕布 可温武双全 尤其喜欢兵法 其实反对董卓的大臣很多 这天 朝中旧臣 在三朝元老王允的寿宴上 痛斥董卓的恶行 说到激动时 一把鼻涕一把泪 哭得好用力 可曹操却一语常人 拍手大笑 刘氏就算哭到天亮 也哭不死董卓 还说要去行刺董卓 此话惹怒了众人 王允只当他是酒后失言 命家丁将他赶出门外 可暗中将曹操迎入内堂 王允向他道了歉 毕竟宴会上人多口杂 王允告诉曹操 自己愿意全力支持他 行刺董卓 你要开始吧 此乃七星宝刀 削铁如泥 在下 想把此刀献给丞相 是啊 真有如此宝贝 丞相若不信 可以亲自一事 曹操不是来献刀的 是来行刺 董卓为了过充势力 有意拉拢曹操 这天 曹操奉命来见董卓 进屋时 与战神吕布对视野 若是一般人 早就吓破了胆 可曹操却淡定自若 随后开始美颜近见 夸得董卓心花怒放 还说 让吕布去挑一匹 汗血宝马送他 来 今天咱俩 跑好好喝几杯 酒足饭饱之后 董卓睡起了午觉 曹操见机会来了 悄悄拿出七星宝刀 正与行刺 不料 寒光闪过铜镜 惊醒了董卓 曹操反应到野快 双手呈上宝刀 谎称是来献宝的 董卓没有多想 接过宝刀 还以铜镜使刀 刺杀魏国 曹操犹如惊弓之鸟 这时 吕布来报 说是一条好汗血宝马 多谢丞相 那孟德就先行告退 曹操趁机逃离现场 董卓得了宝刀 对吕布炫耀 吕布却说 曹操不是献宝 而是行刺 起初董卓还不相信 相信我 军师李如 也认为曹操可疑 便让吕布抓他回来问话 追 然而为时一晚 此刻 曹操已骑上汗血宝马 一路逃亡 守城的侍卫拿他不下 吕布的追击 令人害怕 曹操头也不回的就跑 看到这里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 不愧是特效天花板 两人居然骑马跳房子 在经历一片树林大追逐后 吕布拿出方天话急 直接放杀招 瞬间山崩地裂 曹操连人带马跌入深渊 吕布误以为他已死 便回去复命 然而曹操命不该绝 被路过的村民救下 我要见人 死要见事 一招被遮咬 十年怕警生 董卓不相信曹操已死 满天下的发布通缉令 殊不知 曹操虽刺董失败 可他的胆识 却让他一举成名 也有人贪恋钱财 去报官出卖了他 就这样 曹操在忠牧县 被抓了起来 县令陈公当众嘲笑他 原来当年 陈公曾到曹府应聘 却被曹操无情拒绝 还说奸臣当道 这官不作也罢 私底下 陈公却向曹操道歉 原来董卓露乱朝纲 陈公早就想除之而后快 可惜空有报复 无处施展 曹操告诉他 自己后悔赐董了 此举乃是匹夫之勇 还说要招兵买马 起兵讨伐董卓 才能匡扶汉事 陈公被曹操说服 将其释放 愿意追随他 陈九大业 不久 两人在逃亡的途中 路过伯父吕博摄家 尽管知道 两人被董卓通缉 吕博摄还是热情款待 还说要去镇上买酒 不料 吕博摄走后 在屋内休息的两人 听到磨刀声 曹操怀疑他们 为了董卓的赏金 要杀自己 于是先下手为强 将吕博摄一家八口 全部杀死 准备离开时 看到两只被捆的猪 才知道错杀好人 两人悔恨不已 事已至此 两人只得离开 在半路上 遇到买酒归来的吕博摄 我愧对不服 我错杀了你的家人 不料曹操 却挥剑杀了吕博摄 成功目睹这一切 很是心寒 曹操为了实现报复 不择手段 两人因见解不同 分道扬镳 曹操回到老家陈刘 在其父的支持下 散尽家财 招募一军 准备反抗董卓 短短输日 便招到五千兵力 如果你回到三国时期 你愿意跟随刘备 还是曹操 又或许是 手握重兵的袁绍 为了讨伐董卓 袁绍在赐水关 集结了十八路诸侯 天下各路英雄 汇聚于此 盛世浩大 结盟大会上 袁绍被推举为盟主 十八路诸侯之中 东吴孙坚曹操最受其中 刘备 关羽张飞三兄弟来汇盟 却因势单力薄 受到嘲笑 唯有曹操 替三人说情 就当众人煞血为盟 发誓要讨伐董卓史 曹操拿出一份圣旨 当众宣读 内容是 天子被董卓胁迫 赐十八路诸侯 入京情贼救天子 看到这里 不得不说曹操的野心 真的很大 竟然假造天子诏书 然而诗出要有名 此诏虽假 却比真的还真 另一边 董卓得知十八路诸侯 打算联手攻打自己 我去 杀鸡烟用宰牛刀 董卓大将华雄 主动请战 此人乃是西凉第一勇士 身强体健 力达无穷 一到四水关 就打败袁树 肖将鱼舍 面对华雄的挑衅 攀奉主动迎战 当时有一种说法 关西吕布 关东攀奉 谁知没几个来回 攀奉就因 忌不如人 成为刀下亡魂 看来所有传闻 不一定全是真的 还有谁敢出来 宋子 华雄在城外叫嚣 十八路诸侯 无人敢迎战 这时 关羽忍无可忍 大哥刘备 为他提出迎战 却遭受嘲笑 曹操却不似其他人 端起一杯酒 为关羽送行 留着等我回来再喝吧 酒还是温热的 英雄协计 你听说过 关羽温九斩华雄的故事吗 华雄无意高强 鱼舍攀放数名大将 先后成为刀下之鬼 十八路诸侯 面面相许 心惊胆战 这时 关羽出城迎战 受到华雄嘲笑 众人皆知 关羽是五虎将之首 世人更是尊称他为武圣 然而年轻时的他 只是一名护院 只见关羽手持一把 青龙烟月刀 紧一个回合 就斩掉华雄手机 西凉军下的明镜兽兵 此战让关羽一战成名 袁少为了面子 当场为刘备 增设第十九路兵马 很快 各路诸侯联手 攻破了四水关 接下来就是虎狼关 董卓不敢掉以轻心 让吕布作为先锋军 去迎战 军师理如建议他 迁度长安 因为长安离西凉更近 这样一来 方便他调动西凉军 易于防守 话说吕布带着三万人马 侧马赶到袁少营地附近 抬手就是一剑 你听说过三鹰战吕布的故事吗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说的便是战神吕布 不求同生 但求同死 刘备关与张飞三位 仁义至世 自桃园结役以来 一起参军 共创大业 只愿上保国家 下安黎明 却因势单力薄 受到嘲笑 这天 吕布朝各路诸侯 射出战书 与他们三天后 决战虎牢关 各路诸侯 因害怕互相推脱 唯有刘关章三人 坦坦荡荡 吕布试杀成性 心中越发兴奋 于是来到一处 风景如画之地 欣赏美景 期间看到一名女子在河边 这就是三国中最美的女人 她就是貂蝉 当吕布听到女人的哭泣声 赶往查看 此时女人 正欲投河轻声 她出水芙蓉般的容貌 吕布冲到水中 救下女子 上岸后 又生火 为其烘干衣服 女子告诉她 自己是王允 王大人的一女貂蝉 因被人逼婚 所以想要投河自尽 此时的吕布 却不知道中了美人计 当场拿出自己的令牌 霸气地说 让她告诉来定亲的人 她是吕布的人 还承诺 凯旋归来时 就与她成亲 萍水相逢 又怎能当真 吕布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 拔刀刺壁 出血为势 殊不知 貂蝉要嫁之人 正是她的义父董卓 就当吕布出征时 董卓报得美人归 很快 虎牢关大战开始了 各路诸侯互相推脱 刘备关羽 张飞三人 联手挑战吕布 吕布狂吼一声 横扫数百人 不得不说 在战场上 吕布的武力值 着实太猛了 解决完小兵之后 就是大名鼎鼎的 三鹰战吕布 刘关章三人 各自身怀绝技 关羽 笑勇善战 之前温九战 华雄 便见证了她的实力 三弟张飞的武艺 丝毫不输二哥 她胆识过人 勇猛善战 面对战神吕布 张飞丝毫不拒 直呼她为三姓家奴 大哥刘备的武艺也不弱 你一定想知道 三鹰战吕布的结果 究竟是谁赢了呢 即使听名字 就能猜到结局 吕布虽是众多武将的天花板 可面对刘关章三人的车轮战 吕布并没有讨到多少便宜 在大战数百来回后 双方各有胜负 不知道是不是放不下貂蝉 打斗之中 吕布假装攻击刘备 却趁机骑上赤兔马 奔回虎牢关 这就是三鹰战吕布的结局 此刻 曹操和孙剑联手攻向洛阳 颇于无奈 董卓采取了李儒的建议 带着兴取的貂蝉 迁渡长安 躲避各路诸侯 曹操向盟主袁绍提议 追击董卓 痛打落水狗 不料遭到其他诸侯的反对 原来结盟前 十八路诸侯曾立下誓言 先入洛阳者为大都督 曹操选择了弃权 让孙剑先入城 因为他不想成为出头鸟 果不起 十八路诸侯因真地盘 一哄而散 曹操有意收买刘关章三人 却因志向不同 分岛扬镳 这才有了后来三国鼎立的局面 女娲补天 落下了一块石头 补天时 吸收天地灵气 化成巨人 她不服天命 不受天庭控制 天庭认为她就是在世魔王 于是倾尽全力绞杀 巨人拼命反抗 直到天庭 可她还是败了 被击成碎片的她 散落人间 又化成猕猴 天庭还是通过天际仪找到了她 天庭降下天火暴雪 化过山从此居灭 三百年后 天机处迎来一千年一次的大幻班 天机署负责挑选 继任先班 上圣天尊是天庭权力最高的女人 她此次特地拿出王母娘娘的攀陶 用来奖励最优秀的学生 这边 上圣天尊的女儿阿子 正在欣赏晚霞 还看到一个正在吐桃河的男人 男人来到厨房 对着特大的攀陶就咬了下去 这时阿子赶紧劝阻 转悠半天也没见到男人的踪影 典礼上 天庭大将巨灵 正在享受按摩服务 嚣张跋扈的她 故意欺负仙女 看到石河中 只剩下桃河 一气之下 一拳把仙女打倒在地 接着抡起武器砸去 没想 却被胖胖的卷帘拦下 巨灵直接把怒火转移在她身上 这时阿子给了她一脚 气机败坏的巨灵开始发功 一个小弟飞升上前 正当阿子以为在劫难逃时 这个秃头却撞在了柱子上 巨灵往上一看 一根手指正悬在自己的头上 他本想将男人打下 男人却把他的脸抓得稀烂 随后天兵天将赶来 男人的耳膜差点被震破 只见他不停甩头 一股银浆顿时从耳朵里流出 凝结成棍 上圣天尊这时 察觉到不对劲 他派出飞鹏前去查看 原来男人正是齐天大圣 孙悟空 三百年来战无不胜 飞鹏不是猪八戒 他用意念控制飞刀 二人一见面便大打出手 飞鹏的飞刀无影无形 悟空连连躲闪 却很快抓住破绽 他注意到飞鹏腰间的星石 一把夺了过来 星石是飞鹏的心爱之物 见对方如此嚣张 飞鹏彻底被激怒 他甩出飞刀困住了悟空 悟空把金箍棒猛的插向地面 接着用力一拧 金箍棒立马变大变粗 朝飞鹏的方向砸去 飞鹏虽及时躲开 但悟空抱起金箍棒继续甩出 眼看即将误伤阿子 杨简出手把棍子拦了下来 孙悟空神通广大 杨简是唯一能与之抗衡的神仙 不仅战斗里惊人 法术也是出神入化 在某些能力方面 杨简甚至比孙悟空略胜一筹 孙悟空赢了三百年 头一次在杨简这儿吃了别 他主持金箍棒艰难起身 阿子从身后出现 两巴掌将他打倒在地 随后孙悟空被锁在地牢 杨简因为违反天规也被锁 孙悟空见状立马嘲讽起来 杨简的母亲犯了天条 因为爱上凡人被押于桃山之下 杨简正是他与凡人所生 是个不仁不神的义类 孙悟空故意提起此事 逼杨简出手 正当二人怒目相识之际 上圣天尊赶到 为了制服泼猴 他拿出了紧简圈 孙悟空还以为是什么宝贝 欢欣雀跃地戴在了头上 直到天尊拿出金莲 念起了紧简咒 他才感到痛不欲生 见着金莲可以控制猴子 阿子请求母亲把金莲赐给他 因为他深知母亲冷血无情 猴子落入他手中 只怕没了活路 眩晕昏睡之际 孙悟空看到了师父菩提 三百年前 他被菩提救下 菩提教他武功和法术 为了躲避天庭的追击 他把悟空的法术 封于人形之下 那个时候的孙悟空便发誓 总会有一天打上天庭 毁了天机仪 掌握自己的天命 再次醒来时 阿子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慌慌张张地坐起 没想到阿子给他剪了头发 阿子告诉他 从今往后 自己便是他的主人 受制于人 孙悟空也只好无奈答应 这边天尊正在帮杨简打开天眼 奈何杨简放不下私情 天尊告诉他 想要成为真正的神 就必须无情无欲 失魂落魄的他 回想起又识 阿子是他心中的软肋 天尊这边怀疑孙悟空的身份 他让飞鹏暗中监视 果然 孙悟空借着阿子手下的身份 来到了通往天机仪的解解桥 他细细观察 四处打量 随后跟着众人来到天机仪面前 上圣天尊为大家讲述花果山一事 孙悟空按捺不住怒火 正要上前 阿子却站了出来 他批判母亲残害生灵 心狠手辣 他质问母亲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 他是不是也毫不留情 母亲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这让阿子心灰意冷 悟空知道了阿子的真实身份 天尊也确定了悟空就是魔王 悟空假借阿子的身份骗来卷连 将他打晕透走了通行守令 接着他又回到结界桥 刚打开门 一把飞刀来袭 原来是杨姐 二人在结界桥上大打出手 随后飞旁也赶来助阵 三人的打斗 让结界桥锋烟死骑 阿子向前阻止 可整个桥都在颤抖 他根本站不起身 孙悟空拿起金箍棒 金箍棒越变越大 捅破了结界 他们因此掉入了花果山 来到凡间的他们都失去了先例 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动 一番肉搏之后也是疼得要命 卷连拿出萧氏宁病阻止众人 此时屋外传来动静 村民们将他们的屋子团团围住 错把他们当成妖怪的 这是天空出现一团黑云 电视剧中的花果山 是猴子消遣的宝地 这部电影中的花果山 却怨气冲天 为了救下可怜的孩子 飞鹏冒险冲出屋外 可他却被妖云盯上了 眼看就要被吸往空中 杨简和孙悟空抓住了他 阿子拿出法宝 不停向空中射击 妖云就此被打退 阿子提出留下帮助村民 他们要用布 做一个像样的晚霞 我们要在这里把他困住 然后围攻他 孙悟空和杨简找到卷连 让他造了大炮和轻奴 孙悟空和阿子互生情愫 杨简也遇到了 错把他当成儿子的阿婆 很快人造晚霞升起 妖云出现 妖云的力量十分强大 攻云队拿出武器攻击妖云 众人齐心协力相互配合 瞄准后 消失弹射向妖云 空中顿时电火重重 就这样妖云被抓住了 可上升天钻哪里会放过他们 卷连还在跟小孩吹牛时 忽然发现一粒冰霜落下 随后一个神秘的黑衣人出现 卷连本想上前劝阻 黑衣人一个回头 黑烟四起 冰霜越下越大 接着凝结成了锋利的冰刺 冰刺向卷连飞去 村民们上前想要与黑衣人拼命 可肉眼凡胎怎么比得过神险 等孙悟空赶到时 村民们没有一人存活下来 孙悟空提刀冲出 一粒粒冰霜再次凝结 冰刺一次次朝他飞去 可他最终还是倒下了 上升天钻此时从天而降 他想让他们知道天命不可违背 随后他用力一挥 回到天庭后 杨简来到阿子面前 他早已接受天命 让他放下凡间的一切 孙悟空被关在天际域的最底层 受尽了一切折磨 化成了一片灰烬 杨简放下了士族的情感 借助石心的力量 天尊为他打开了天眼 从此他便成了真正的二郎神 补体换回了孙悟空的肉身 石心再强大 也只是天庭的产物 孙悟空再次重生 妖云成了他的金斗云 天尊吸取完石心的所有力量 成了仙界的最强者 金箍棒从天而降 巨灵也被冲上了天 正以为自己要摔个四脚朝天 却被人用手接住 扔向了地面 孙悟空出现在众人面前 黑衣人奋力朝他冲去 悟空扔出金箍棒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黑衣人早已不是孙悟空的对手 孙悟空回想起花果山的一切 想到死去的卷帘和村民 他满眼仇恨 不留余力 紧接着又一波天兵天将赶到 飞鹏这是赶来助阵 原来他一直想念自己被贬下凡的恋人阿月 二人分别出气 打得天兵天将落花流水 阿子这边来到天机处 与母亲对峙 他拿出青莲准备毁掉天机仪 母亲对他也是毫不留情 他死死掐住阿子的脖子 质问他为什么总是对抗自己 接着他一掌将阿子打飞 悟空接住了阿子 却为时已晚 阿子化成一缕蓝烟飘散 孙悟空痛心疾首 为什么一个个还要来送死 飞旁应不敌天尊 被自己的飞刀重伤倒地 临死前他见到了阿月 他们终于能够在凡间重逢 孙悟空站起身 把金箍套在金箍棒上 上前与天尊展开激战 天尊运功筑起一道铜墙 孙悟空猛力击打 硬生生破开了一道口子 铜墙被毁 为了保护天机一正常运行 天尊将他带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释放出无数飞镖 结果全都被孙悟空一棒子击碎 他又释放出巨大的长剑 孙悟空纵身一跃 长剑四分五裂 这时杨简出现了 孙悟空被击退数米 此时的杨简已脱离 肉眼俗身 天眼已经被打开 天眼能够吸收天底之力 天尊说孙悟空不可能斗得过天底 可齐天大圣 怎么会轻易服输 孙悟空是最强的妖 杨简是最强的神 实力相当的二人 打得天昏地暗 巨大的能量冲散开来 向彻整个大地 烟消云散过后 杨简率先站起身来 天尊以为战斗结束 他突然感受到杨简波动的内心 原来杨简打出那一拳时 想起了阿子 杨简选择放弃 助纣为虐 这时孙悟空站起身来 天尊恼羞成怒 运弓飞起 他要让逆天而行的众人陪葬 孙悟空扔出金箍棒 当作天梯 他拼命奔跑 杨简也踩着巨石飞向空中 他用拳头砸开盔甲 孙悟空举起金箍棒打下 在二人的相互配合下 坚韧的盔甲被击碎 躲在盔甲之内的天尊化成了灰烬 两人因为阿子合作一次 却终究殊途同归 他是魔王 他是神 两人再见面 只能当敌人 孙悟空乘坐金斗云 带着紫色晚霞回到花果山 杨简降摸有功 成了南天门第一神将 他的天命是肃清三界